封冰箱公所今年6月份成立了乡镇咨询委员会后 16号上午每个月例行的高阶公务人员研习训练课程中 就特别请咨询委员总招 翁姬峰就封冰箱未来的财经观光产业发展 进行了讨论并且交换意见 全城参加的乡长江丽婷表示 希望这一次的研习会 能够让公所客室主管集思广益 共同来推动封冰箱来创造产业 未来封冰箱观光产业如何发展 乡镇咨询委员总招翁姬峰 图文并茂分析说明 并与客室主管人员讨论交换意见 我们不要大规模的开发一个基地 给企业这块拿去 一签就签了几十年给企业 全部拿去 这个是很恐怖的 所以最好的方式是 我们乡镇光所跟地方社群 组合成一个群体 变成一个共同经济体 共同共生共同共创 冯平乡公所为了营造多元化 观光产业银河各个消费群的需求 今年六月特别成立乡镇咨询委员会 并且在今天每个月例行性的 高阶公务员研习课程中 有请咨询委员总招翁姬峰 进行专题讲座 乡长江丽婷全程参与 并表示借此共同推动 封冰箱的创生产业 在我们的员工联谊 不见得说只有跟员工做堂会 其实我就是希望员工 能够有另外一个专场 让他们能够激发 他们自己的想法 可以跳出我们公务人员的框框 那也许他离开了这个职场 公家职场 也许他未来 因为透过这样的一个 一个研习会 他能够有更多的想法 也能够带动我们自己部落 更多的产业和创生的计划 除了专题讲座 客室主管收获良多 相公所也特别为7到8月份 当季寿星举行小小青春会 现场气氛 温情热落 记者是玉兰 风兵采访报道